圣经中有不少人甘心乐意向神奉献 就像所罗门宪殿的平安祭 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和珍拿达香膏 如果按今天的价值计算 他们其实奉献了多少钱呢? 今期国度一分钟 一起了解圣经人物的奉献力量 在列王记上八章 记述所罗门王在七天中奉献了十四万二千只牛羊 作为圣殿奉献之礼 若以今天牛羊的市价来估算 究竟那里是多少钱呢? 如果我们每只活羊是五百港元来计 十二万只活羊就是六千万港元 而每一只活牛是一万五千港元来计 二万二千只牛就是三亿三千万港元 所以十四万二千只牛羊的平安祭总值 是三亿九千万港元 如果以垂直烟花活演 每场一千五百万港元来计 足足可以放二十六场垂直烟花 到了新约《马可福音》十二章 耶稣比较财主和一个穷寡妇的奉献 耶稣见到财主投了若干的钱 而另外一个穷寡妇就只是投了两个小钱 但耶稣就说她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那其实两个小钱即是今天的多少钱呢? 其实在第一世纪犹太地有几种钱币流通使用 而当时一百二十八个小钱就等于一个罗马银币 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日生 所以如果我们以今天一日工资为六百港元去计算 一个小钱的价值大约只值五元港元 而穷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 就大约总值港币十元 如果耶稣说这些就是她的一切养生 恐怕她都只能买到两罐汽水 她的赤贫程度实在是难以想象 去到马可福音十四章 里面记载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瓶非常昂贵的真拿达香膏 将它打破 将膏油销在耶稣的头上 有人就说 这些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来周制穷人 究竟这瓶香膏有多贵? 古代中东地区的少女 会用工作赚取的金钱 来换取她们的真拿达香膏 为将来结婚做预备 而这瓶值三十多两银 价值等于当时普通工人一整年的工资 如果以香港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 一万五千五百来计算 一年的人工大约是十八万六千元 三十多两的银子 就等于今天的十八万六千港元 如果以今天的米价来计算 一瓶真拿达香膏 可以换到五千袋一公斤白米 也就是可以给十万个穷人吃一碗白饭 难怪西门家里的人这么生气 如果你是他们 你又会怎样奉献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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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